你看一下我们刚刚那个方 这个方如果它这个笔不甩出去 其实没有差很多 是方向斜了一下而已 我们把那方向调正回来 如此而已 它的第一笔还是非常的细 它约练是在一半的 不是一半 就反正中间的地方你起笔 好 好 直直的 好 手放开 它就不会很长 好 这边也稍微打开 这样就够了 好 不知道要写几遍 很多 很多 我也是 我现在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的笔尖 走横画的时候 稍微长一点 走横画的时候 笔尖是在我笔杆的哪里 笔尖是在我笔杆的哪里 笔尖在 笔尖还是中间 应该要中间吧 等一下还有横画 好 你注意哦 好 好 好 这一面写一面你心里就要先打算 它是平均分配 好 它两树都是顿 顿的结束 但我在怀疑 它这有很多地方都是后置 因为这两笔不太自然 包括这一笔 有没有发现 所以要看上面那 上个里面那个字 其实你就看看它这个线条都不是很 没有怎么说 好像有经过有经过处理描过的感觉 你看像这种就比较是 好像第一次的足迹 有没有发现这种 好像没有经过整理过的线条 你看边缘就很干净 那像这个的话 边缘就不太干净 像这个都是 你看像这个边缘就 这种颗粒就是属于没有处理过的颗粒 是不是 这是不是太饱满了 这么饱满就绝对不会是本来的笔迹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它的所有的钠 所有的钠都是经过后人处理过 我觉得都是不正确 那你要看哪里是正确的 你看像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你说没有处理过我才不相信 包括这个我都觉得处理过 我们现在讲钠 它的所有钠几乎都是处理过 几乎都是处理过 像这个 这个就算是在石头上踏下来 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个几可能比较好 那个几乎 对对对对 所以你要参考这一种的 或者是说 像这一种 有没有 比较自然 对比较自然 对你说的对 比较自然 所以它一定不是本来是那样 像这个也都还好 这样了解吗 了解 再来 这个五 我们又写五了 这个五的第二笔 第二笔右边的右角 代勾下来 代勾下来呢 然后同学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笔画 一个正式的笔画来写 代勾下来是为了接第二笔横画 简单讲就是为了接下一个笔画 好 是不是 好 手提高 不看到 所以代勾下来是为了接这一笔 是 然后它的这一笔直画 有点斜过来 有没有 它这边是 我们用太极笔调 请问你笔尖在我的笔杆哪里 好 等一下还有个下 注意看 已经写到第四个字了 都还没看仔细 这个点 第一个点 点好了以后 慢慢拉 点 点 越自然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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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